宏基发债筹资 投资人抢翻天 电脑大厂宏基周三宣布 与中国方正集团结盟 双方在品牌通路合作 携手抢进中国 使得宏基预计下周二发行的 海外可转换公司债 立刻受到国际投资人的热烈抢购 ECB是一种结合债券 与股票特性的金融商品 也是企业部海外筹资的重要管道 若过宏基ECB的投资人 若看到宏基股票大涨 可以约定价格把公司债 转换为普通股票 然后在股市出售获利 反正若宏基股票大跌 ECB持有人可以不转换成股票 而公司债票面的保障利率 向公司收取固定利息所得 是一种进可供退可守的投资工具 宏基预计发行5亿美元ECB 结果有50亿美元资金 抢着要认购 超过发行额度10倍 ECB认购价转换约每股110到113元 也比前天宏基股价85.2元 溢价达33% 创台湾近6年来 公司发行ECB溢价幅度最高的记录 专家表示溢价幅度越高 表示投资人越看好该公司的前景 宏基结合方正后 在亚洲施战率渴望一举冲上12% 全球PC品牌排排名各是作恶抢一 动新闻台北报导 她是肝癌末期的病人 不管家人怎么反对 她坚持停止化疗 那天 她只留下一封信 就离开了 她说 她还欠女儿一个承诺 爸爸 你每天都带我上课 还下课好不好 爸爸 你记得要来接我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她因为肝癌 生命即将划下的据点 而她的承诺 也只实现了一半 威力康 关心您